HELLO,大家好,我是Heidi 很久很久沒做過Giveaway了 今天有什麼想送給大家呢? 就是我最近有試用過的產品 它叫做Awareness Organics 會送出3支他們的Refrigerating Radiant Serum 而且是我自己出錢 因為我用完之後覺得實在太好用了 所以我就買了3支送給大家 究竟它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說了 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樣是一個比較敏感 然後有比較乾的皮膚 我之前介紹過很多護膚品 都可能是我已經沒有敏感的情況下才開始用 我很明白如果你的皮膚是一個敏感肌 或者經常處於一個很容易敏感 在到眼線要敏感的位置的時候 是很彷徨的 不知道用什麼的產品 我最近接觸了一個品牌 就叫做Awareness Organics 他們的Finder Stella問我 有沒有興趣使用他們的這支Serum 而他本身是一個患了很多年 紅包囊瘡的患者 然後他自己去研發一些護膚品 適合自己皮膚去使用 然後發現這支護膚品實在太有用了 所以就推出了這個產品 它是比較黃色油狀的Serum 推開出來大家都看到 是有相對性的滋潤感 但不會很厚重的 它聞起來的那種味 我自己覺得是偏向那些陳皮 陳皮檸檬的那種味 我覺得很舒緩很舒服 分得到的 是很天然的Essential Oil那種味 大家看看它的樣子 很簡潔的 很手工的那種感覺 它裡面是充滿著高度的阿麻油酸 阿麻油酸就是我們經常都聽到的Omega-6 可以加強到我們的皮膚防禦系統 有什麼用呢 就是可以防禦到紫外光 以及一些空氣的污染 其實我們有時候敏感 都是身體缺乏了這個Omega-6 所以加強了 也是可以幫助我們舒緩敏感 特別是這個阿麻油酸 非常非常薄身的 你看到雖然它是油 但它是很流質很水狀 而且不是難吸收的 不過可能要少時間 因為始終裡面有很多不同的Essential Oil 裡面是有Pricley P-Acid Oil 它是全世界裡面其中一種最貴的植物基底油 是非常豐富的維他命E 就可以做到抗氧化的效果 除了抗氧化之外 它也可以幫助皮膚的細胞增生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白香果油 它是可以幫助去退燒鹽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有紅斑狼瘡 或者你是暗瘡機也好 其實也是很適合用的 而且白香果油 它是可以幫助去撫平一些細紋 所以基本上是任何膚質都用到 不是那種會撈毛孔的那種油 會很焗促的感覺完全沒有 然後裡面還有大家熟悉的Rose Tip Seed Oil 可以均勻膚色 然後幫助細胞重新修復 然後裡面也有Argan Oil 可以降低消炎 之後一些乾的皮膚可以修復 可以軟化 提升整個皮膚質素和健康 然後裡面還有薰衣草的精油 佛手甘精油 以及莫里花的精油 全部都可以對抗到鹽精的 最後還有這個天竺葵精油 它也是可以抗氧化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非常非常放鬆的 所以一支細細的Serum裡面 是有這麼多種有益和有機的精華 是超級無敵好用的 我自己用了這一支 其實都已經接近兩個月了 我經常去拍片和大家分享 因為真的很想試清楚它的功效 有時候你知道如果你沒有敏感 你是不會知道它舒緩敏感的情況 但是我中間是有試過的 因為我經常偷偷地吃蝦 吃完蝦之後會出很多一粒粒 然後皮膚立即粒 它是真的幫助舒緩整件事的 而且是會加快令到嚴正去推 當然它不是一個藥膏 不是一個藥物 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我用了它就可以治好整件事 但是它是有很多不同有益 對皮膚很有用的成分 可以大家一起幫助去打低一些敏感 發炎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真的超級無敵推介 好了 我說了這麼久 應該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都真的很想很想試這些serum 我特地自己銀錢買了三支 是5ml的 送給大家 可以去試了它的效果 因為我覺得你們試完之後 我都很有信心 你們會很喜歡這個serum 很舒服 塗下去也很放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Like我這個影片 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一下你們的一些敏感皮膚 或者一些很困擾自己 很有問題的皮膚的煩惱 所以我都很希望從中可以選到一些適合用 這支serum的人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而且這個牌子是非常好的 我很喜歡他們的包裝 給大家看看裡面 那個盒子是否一粒粒是甚麼 其實是一些Bazil的種子 只要你撕撕撕撕 把這個紙盒撕到一塊塊 然後放在泥裡 是可以用來種到Bazil 非常環保 而且不會浪費任何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 這個小中品牌給大家認識 我也是很高興去認識了這個產品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上載兩次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12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